有报道称近日美方表示中方近来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的态度有所变化 影响了美朝通过谈判解决半岛核问题的进程 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昨天就此答问时表示 美方的说法违背基本事实是不负责任的 中方对此严重关切并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陆康表示中方在半岛核问题上的立场和是一贯的和明确的 中方支持美朝双方按照两国领导人新加坡会晤共识 积极推进政治解决半岛问题进程 现在的问题是有关各方应当坚持政治解决的方向 积极接触商谈照顾彼此合理关切 展示更多诚意和灵活性而不是反复无常伪过于人 这样才能确保政治解决半岛问题进程不断取得进展